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时分的会员频道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2023年11月11号 又到了中国会员的时间了 咱们今天聊三个新闻 第一个新闻就是全网关注的中山大学孙毅仙纪念医院顶级肿瘤实验室 有关的研究人员出现了很多不同寻常的多人患癌的情况 这些患癌的人都非常的年轻 因此很多人怀疑这个实验室是有问题 后来就有消息说 说这个实验室是研究如何促进癌细胞的生成 这个不免让人想起武汉病毒实验室在做的这种新冠病毒增强功能的实验 蹊跷的是中山大学二院在事件发生之后 借口消防检查很快就拆毁了实验室 这个又有点像武汉病毒所被完全改建 以便让外界找不到病毒的制造和研究的痕迹一样 我们一会把知道的消息综合一下 再做一点分析 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如此多的人关注 他们到底都在担心什么 那么第二个新闻想说一下习近平这次访美 美中双方已经宣布说 拜习会将在旧金山的湾区登场 中方要求美方保证说 所有的习近平经过的车队 或者住的酒店 包括峰会的会场 不得有抗议人员的出现 美国官员透露说 北京之所以迟迟不公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 是担心美国会对中共寄出更严厉的制裁 就如果你说你来 但是美国一制裁你就不来的话 这个就脸上很不好看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还知道 这个在APEC经济峰会期间 习近平将宴请数百名的美国企业高管 这个无疑是习近平应对经济危机的不耐之举 根据外媒的报道呢 这场晚宴的招待会门票是2000美元 如果你一个企业可以花上4万美元的话 他们不仅可以包一个桌 这桌一共八个座位 另外呢还会在习近平的主桌上获得一个座位 换言之呢就是习近平把自己同桌吃饭的这一个座位的价值 卖到了2.4万亿美元 其实我说习近平是把自己给卖便宜了 因为你要是想跟巴菲特吃一顿饭的话 出价最高的是1900万美元 把这个数据拿给习近平看的话 恐怕习近平气得心脏病都要犯了 这次习近平来旧金山对中美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会遇到哪些不痛快的事 咱们一会儿呢也说一说 第三个新闻就是关于以色列目前在加沙的推进情况 中共一直宣传说啊 加沙地下有500公里的地道 然后呢这个中国很多小粉红也盼着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 能够给以色列来一个地道战 其实我觉得这是极度脑残的想法 在一个靠着无人机扁平化的指挥系统和AI分析来打仗的高科技时代 用一个世纪之前的地道战的思路来对抗 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呢 人家用重型的装甲推土机很容易就把你的地道口给 填了是吧 然后你就憋在地下出不来 那就是等死了 就把地道变成了坟场 不过呢我也想借此说一下目前以色列地面部队在加沙的重大发现 在今天这段讨论这些之前呢也跟大家另外说一个事儿 就是这个礼拜我们在干净世界的周六大威谈 这个节目呢聊了一下关于中山二院罹患癌症的事情 和包括习近平这次访美的深度分析 是由我李沐阳 唐靖远 李大宇 还有就是主持人方伟 我们一起座谈的这个事情 各位大威呢都有自己独到的分析视角 链接呢在本视频的下方也请大家一步去观看 那么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新闻 中山二院几位研究人员患癌的这个事儿 连日在微博上是广泛的传播 最高的点击量达到了4.9亿 在我的记忆中啊 这是继铁链女事件之后传播最广的一个事件 这个患癌的两名外科医生 包括就是中山大学二院也自己承认的 两位医生 一位姓黄 一位是姓刘 他们都是在攻读医学学位期间 曾经在这个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 学习和工作 这位黄性的外科医生呢 被确诊处患有胰腺癌 而这位硫性医生呢 被确诊患有滑膜肉瘤 其实都是这个癌症 这个滑膜肉瘤是一种发生在肌肉和韧带 等软组织中的罕见的癌症 根据这个中山二院自己的对外的公告呢 说上述两个人均已接受了手术 一个人呢 目前情况稳定 另外一个人恢复良好 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了 因为其实胰腺癌是手术是没有用的 很难拿下来 而且胰腺癌这种绝症的话呢 最多只能够存活半年 就一旦发现的话 就最多只能存活半年 这胰腺癌的话是癌症之亡啊 是没有任何特效的治疗方法的 我们知道这个中共正国级的高官 就是政治局常委黄菊 最后呢 他也是死于胰腺癌的 所以他说什么一个人已经做了手术 情况稳定 这完全是瞎扯啊 另外一个人恢复良好 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啊 只能是希望他确实是 真实情况是如此 那么中山二院呢 说另外还有一名进修人员 在另外一家医院被诊断出乳腺癌 但是呢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本来呢 一个广州高校附属医院的 卫生健康问题 并不是一个容易引起 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啊 但是因为其中有太多的疑点 让人怀疑中共在隐瞒什么 而且这个事件的传播本身呢 我觉得就是带有一定的恐慌性 呃 他的疑点的话 包括啊 比如说几个罹患癌症的人都很年轻啊 就是30岁上下 而且又在同一个场所工作啊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那么他的第二个疑点的话呢 就是说这些癌症在分形上都很不常见啊 就这又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 那么这两个极小概率事件叠加到一块的话呢 那就是属于一个就是不可能事件啊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事件 而他居然真的就发生了啊 这个就让人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嘛 对吧 那么第三个疑点呢 就是这个学校为什么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 要把这个实验室拆毁 动作非常的迅速果断 第四个就是网上已经进入了维稳模式啊 后续的关注很难再传播 这已经超出了一个附属医院的职权范围啊 附属医院的话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去进行网络上的维稳嘛 中山二院呢 自己做了这个官方的回应啊 确认了有三名研究生或者毕业生患癌的说法 但是否认跟实验室有任何关系 这一切操作都很似曾相识 然而联想到武汉病毒实验所啊 对这个病毒搞病理增强的实验 并且在这个泄露病毒之后的话呢 就毁掉了一切证据 整个这个操作手法就像是沿着同样的流程在走一样 其实呢 这个事情即使真的调查 也未必真的能够调查出来 中山二院到底有什么问题 因为癌症的发生是有很多的原因的 比如说抽烟喝酒啊 这个精神压力大呀 或者接触放射性致癌物质啊 或者是遗传的等等 但也并不是所有抽烟喝酒的人都会患癌症 就是说在统计学意义上来说 抽烟可能会跟罹患肺癌 呈现一个正相关的趋势 但是有的人抽了几十年烟的话 他也没什么事 那么也可能就是说有些人呢 他们有拥有某些容易致癌的生活习惯 但是却未必致癌啊 得了癌症的话 有的不抽烟的话 他可能也得肺癌 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 你想建立这样的因果关系呢 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所以即使对中山二院进行调查 也未必真的能够查出来什么问题 而中山二院的反应 竟然如此的迅速和激烈啊 大概可能是他们已经意识到明显的问题 就是如果真查的话 是真能查得出来的 真能查出来 在他们的这医院中有致癌的问题 比如说或者是试剂啊 或者是这个实验室的环境 会有致癌的问题 那么公众为什么对这个事情如此关注呢 主要是怀疑中共在制造某种致癌的生物武器 根据学医学的朋友介绍呢 本来科研部门确实会研究致癌的试剂啊 目的的话就是运用在动物的身上 让动物产生癌症 然后呢 再做病理观察和试验各种药物 但中共这个制造的是 好像是用在人的身上的试剂啊 否则为什么在人的身上就产生这样的反应 那么一旦拥有这种试剂的话 中共是否会向世界其他地方去扩散 或者比如说用它去定向的解决 政府需要解决掉的反贼 或者有意识的去消灭某一类的人口啊 就是搞这种 把这种就是致癌试剂武器化 这些东西都是大家的猜测 就是也没有什么证据啊 但是因为中共是作恶没有任何底线的 所以民众也就会往这个方向去考虑问题啊 就像武汉病毒实验室 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共在制造病毒 或者说中共有意的泄露病毒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对于中山二院这个事件的关注本身的话 就是我觉得也出于民众对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啊 包括对中共的不信任 包括对中共这种无底线的这个做事 就完全没有信心啊 所以就不但用最大的恶意啊 去猜测中共可能会做什么 我们后续的内容的话 就是留给会员朋友独家的观看了 我要下面说一下 在习近平访美之前 中共军方一个非常异常的举动 感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观看 我想再说一下